這麼帥絲一定有那種聲光效果對不對 沒有 他就這樣一片 No sir No sir 我是少說我們就 來各位 我們今天的話 又來到我們久久沒有開箱的一個 富奇系列OK嗎 又加上現在平成騎士 我們好像也比較少開箱嘛 所以呢 我今天又特別特別準備了一個古物 小時候我對這個騎士印象也很深刻 因為這個騎士它是屬於完全人造騎士啊 而且就是這個騎士其實它變身的概念 不是那麼的變身 它比較像是真的只穿一身比較重的盔甲 然後就去戰鬥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拿出我們的神物 二十年前的一個產物 這個就是我們 根本來到G3專用的一個裝備好不好 欸我還是說啊 找到這個東西真的不容易好嗎 這個我小時候印象中 我印象中而已喔 我記得百貨公司是有賣過這個 但那時候呢買不起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買回來啊 非常之爽 欸重點是它這個盒子啊 真的是屬於那種老式Gamerlider的盒子耶 你有沒有發現 哇真是老式到嚇死的那種啊 然後呢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外盒 看完外盒的時候 我會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Gamerlider G3的一個由來好嗎 結果我們從這邊前面啊 就可以看到一個超大的Gamerlider G3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它相關一些裝備 還有它的一個腰帶 這邊側面的話也有一個G3 它下面的盒子差不多長這樣 就是 這邊的話顯示它的一個內容物 然後呢 這邊的話有一個G3拿著它的專用的一個手槍 然後一個Akido的標誌 因為它是出自於我們的Gamerlider Akido 唯一現代跟過去沒差的地方就是這邊好不好 這邊的話就直接將玩法說明 都寫在上面 生怕你不知道它怎麼玩啊 我們把外盒看完之後呢 我們稍微講一下G3是誰好不好 畢竟它是屬於20年前的騎士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算是蠻正常的啊 G3的話就算是出自於我們的Gamerlider Akido 如果一條巡警官它不算是富奇的話 那理論上來講 這位就是我們平成騎士系列的第一位富奇 好嗎?警方所推出來的一個騎士啊 我個人覺得拿到現在來講沒什麼新奇的啊 因為呢現在有Drive嘛 但是呢你們要知道 當年以警方推出的騎士 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驚人好嗎 因為原定上 Kuga跟Akido 它是屬於同一個世界觀 G3這個騎士啊 它就是依照未確認生命體4號 就是我們的Kuga 做圓形而設計出來的一個騎士 所以呢 拿出Kuga跟我們的G3比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非常相似 一樣是屬於三個角的一個騎士啊 然後呢 嘴巴部分也是銀色的 有沒有銀色的 G3就是以Komo作為藍本嘛 所以呢基本上你從G3它這整個皮到設計啊 都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空虎的一個影子啊 包含它身體的那些鎧甲分布的部位啊 還有相對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相似 所以這位騎士簡單來講 他們就是專門針對 未確認生命體而設計出來的騎士啊 但是呢你們要知道一個點啊 Kuga的未確認生命體 基本上是古朗機 但是Akido裡面出現的未確認生命體 基本上是屬於不同種的一個生物 所以呢 基本上打架啊 非常的吃力 沒有Akido出現 基本上我們G3都會被秒殺 也因為這樣後面才出現我們的G3X 然後我們介紹完畢之後呢 海翔 然後呢我這個的話就像是有點小缺陷啦 就比較不好意思 就是腰帶帶子的部分 跟背後的部分 還有它的一個徽章部分的話 這三個是有點缺陷的好嗎 喔人造騎士就是不一樣啊 跟我們生活很貼近的那種武器充備耶 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現在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G3腰帶的一個部分好不好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腰帶 非常之特殊 我個人覺得招合感有一點重 我個人覺得啊 但是呢 完全說 以往的comerator的話通常都是腰帶 然後擺出了超帥的姿勢 然後呢 再揮舞一下腰帶 之後就會進行變身嘛 但是我們G3不一樣 它是穿盔甲 因為在劇東他們會有一個 類似的移動型的基地 每次它出現前時 他們就會打開滿滿的G3裝備 如果要使用這些裝備的話 基本上你必須一個一個一個穿戴上去 這次騎士喔 它並不是使用腰帶的變身 而是穿盔甲進行一個著裝 這個東西雖然它是腰帶啊 但是呢 它並不是變身腰帶 它是能量調腰帶啊 因為在劇中G3的話 G3的話它是屬於能源驅動 沒能源驅動就沒有辦法戰鬥 在劇中一裝到劇中 他們就會一格一格一格 這樣能量往上填 然後填到滿 如果這個能量條全部消完畢的話 那G3就會直接躺地板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真的要談人造騎士的話 這會真的是人到嚇死了好不好 近乎只是一個穿比較後鎧甲的一個人而已啦 然後呢 我要先說 你們看這一片 哇 這麼帥 是不是一定有那種什麼聲光效果對不對 沒有 它 就這樣一片 沒了 好不好 但是喔 然後它這整個啊 還有一些電鍍漆面給你啊 能量條這邊又採用一個透明套件 然後呢 內部畫一些結構 讓它看起來真的像一個能量條這樣子 喔各位 這些就是我們G3的一個裝備 只要你只是可以將這一整支槍枝 做一個完整的拆解啊 然後我要先說 B3這個騎士套組 其他可以合成兩種武器 前面這三個可以合成我們的 GM01 就是天蠍座 如果你將這四個裝備合在一起 的話會變成 GG02代號火星的一把榴彈槍 所以你只要買這個套組 就有兩種武器可以玩 我個人覺得它是蠻划算的啦 而且這分解完真的是很帥耶 我們先以前三個做個組裝 然後變成我們的GM01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槍身跟槍管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聚集鏡 然後這個的話是我們的彈夾 然後我們就稍微做個組裝吧 基本上這一把就是我們G3專用的一個 GM01代號天蠍座的一把手槍 該組裝過程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之過癮啦 玩起來還蠻有感覺的啦 然後呢基本上真的就是以我們限制生活中 有的那種手槍進行個圓形而設計的啦 然後就像最前面的話 這邊就是槍管 然後呢上面這邊有一個聚集鏡 這個聚集鏡的話 基本上劇動它是可以進行鎖定一下 然後回床給基地 基地能夠瞬間幫你測定一些攻擊距離範圍之類的 去幫你做一些擬定啦 欸這邊還真的有做出一個穿透透的透明套件耶 我們要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嗯非常之用心 然後上面這調節輪啊 欸基本上是不能轉的好不好 好看而已啦 再來就是說它的一個彈甲 這個彈甲的話就算可以收納72發特殊子彈啊 在劇中設定啦 然後呢 其實它裡面也是真的可以收納子彈好不好 但是我的子彈移屍了就比較抱歉一點 所以今天可能沒有辦法演示一下子彈怎麼遊玩 但是這個子彈 基本上也是配我們榴彈槍做個使用啦 再來就是槍握把的一個部分 跟我們平常握持手槍一樣 然後呢我要先說一下 其實這一把在這個狀態其實它是有音效的好不好 但是呢我這邊這個音效也壞了 所以呢這邊的話就沒有辦法幫你做演示啦 但是呢我可以跟你們講 它的音效就算是 BBXD就這樣 真的很老實很老實 槍類型的道具的一個音效吧 然後呢我們講完之後呢 強化一下 來各位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G3 前期三次最強的一把武器啊 GG02火蜥蜴 這一把槍相較於剛才前面的那個型態 基本上它新增了一個 榴彈炮的一個裝備好不好 從原本槍的下半部分 再連接一個更大一個榴彈槍系統啊 嗯不錯不錯不錯 其實整個弄起來我覺得蠻帥的啦 這個狀態基本上有保留原本的射擊能力之外 就是下面再新增一個榴彈 我還要先說 我們剛才前面說的那個彈夾 基本上就是可以連動這個 假設你的子彈還在 你子彈可以發一下 然後你也可以將子彈取出 差於最前端 然後可以把那子彈射出去 所以這邊還是稍微跟他講解 他本來有的一個功能 但是我還要先說 就讓他少了那個射擊功能 他還是有生效效果好不好 你不要懷疑 這真的是假面騎士的東西 真的好不好 因為當年本來技術比較受限一點 所以我個人覺得身體成這樣算是蠻合理的 至少他還是有還原劇中 正在把這邊卡一下的一個動作好嗎 然後一樣這邊 是有發光效果的 然後也是因為有這個裝備 我們的G3才可以獨自面對怪人 然後我們把武器跟腰帶部分 全部介紹完之後 我們今天是不是沒有他的一個變身環節 對不對 所以我還特地準備一個東西 來還原我們G3的一個變身環節 這一個好不好 超級古物 而且是當年所推出的那種吊卡好嗎 這用簡易型腰帶 我沒記錯的話 到現在都還有再出 把所有生光刷全部砍掉 只保留一些機關而已 然後我們在講這之前 我們先稍微看他的外觀 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一個 超厚的G3腰帶 這上面的話有一個G3的徽章 當年基本上為了方便 所以基本上把腰帶統稱為變身腰帶 這樣比較好賣 後面的話就帶來一個玩法 這樣稍微給大家看 凱箱 這裡的橡皮都溶掉了 這也太舊了吧 G3的徽章 這樣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扣在衣服身上 再來是這個20年前的一個吊卡腰帶 真的是舊度十足好不好 我有時候在幫他做整理 因為我很怕他斷掉 DX版本就像是 非常環環劇中的一個造型 但是這種吊卡型的話 是還原他的機能 欸 有發現 手動充能啊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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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環劇中的滴滴滴滴滴滴 能量條的一個移動 然後呢 他的能量條今天變少 有沒有 又變少一點 基本上他裡面有設置一個開關 就是你只要這樣往裡面壓 然後你再稍微壓一下這個 他裡面的能量條就會移動 好不好 喔 欸 我覺得這設計真的是很酷 去還原出劇中 我們G3是真的有能量限制的一個設定 一種是還原劇中的一個設定 然後一個是還原劇中的一個造型 這樣我們有這個之後呢 變身 好 各位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哥本來的G3 我覺得我到時候還是把他買一個頭盔好了 因為在劇中 G3最重點的地方 就是他頭盔就戴上去的那一瞬間 嗯 這用老騎士玩起來的感覺 跟現代騎士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呢 至少萬代開始比較注重財報表之後呢 每個腰帶都開始會飛天遁地 然後音效嚇嚇叫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覺得 還是現代腰帶好玩一點 因為現在腰帶 哇 很酷 一堆連動 感應嘛 發光之類的 欸 以前腰帶通通都沒了 玩這種老式腰帶 就真的是玩一種情懷啊 小時候沒有買過這一組 現在把我玩 感覺還真的是很奇妙 而且好爽啊 雖然它好貴喔 所以呢 今天就算是帶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的哥本人的G3 如果喜歡的情報 帶別人比較美 做我們的朋友再見 掰掰